是的 谢谢大家 相信他们一定会用优异的表现 来回报各位的热情 接下来马上要邮请出的蓝防选手 来自泰国的法蒙兔 275胜50负三瓶 他就是来自泰国的法蒙兔 but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lking in your shoes 洪方选手来自阿斯拉拜疆的阿斯拉诺夫 洪方选手年龄26岁 身高176公分 体重71公斤 世界战绩52战50胜两负 他就是来自阿塞拜疆的 阿斯拉诺夫 南方选手 法蒙兔红防选手阿斯拉诺夫 场上裁判 Sainless 法蒙兔红防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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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青海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 FF新银天下世界战斗冠军联赛 即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的比赛现场 那么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世界战斗冠军联赛 71公斤级 四进二的比赛 由红防选手阿斯拉诺夫 对阵蓝防选手法蒙兔 我们看到法蒙兔的打法呢 可以真实用一种 这个免礼藏针来形容啊 上一场比赛 双方运动员呢 都是以重拳而KO对手 那么这场比赛 不知道谁能更胜一筹 而且双方的臂展呢 也是有着非常鲜明的差距 是有着六公分的臂展的差距 而且呢 法蒙兔是有着六公分的臂展优势 而且法蒙兔这位选手 之前的战绩啊 有329战 276幅的这个辉煌的战绩 然后阿斯拉诺夫呢 这位阿斯拉诺夫呢 这位阿斯拉诺夫的选手呢 也是53战 51胜的超高胜率的 这个比赛经历 是的 而且之前法蒙兔 这次曾经是KO过 当今七十公斤级第一人 西迪裁 从打法来看 法蒙兔 我们看到从体型啊 身上也看不出来有什么肌肉 但是呢 却是一位身经啊 超过300战的泰拳老将 这位选手 别看我们就是觉得 他第一回合这个 出拳的频率 出动作的频率比较低 而且是节奏比较缓慢 但是我们 在之前的比赛 第二回合 他就在1分03秒的时候 就重拳KO了对手 是的 阿斯拉莫夫呢 是有着53战51胜 也就是有着98%的这么一个胜率 也是相当可怕 而且之前呢 也是早年在K1征战 还有这军人的背景 这场比赛 双方的战架也是一正一反 那么对于打法上来看 应该阿斯拉洛夫的打法 应该是非常典型的 而是踢拳 也就是打法比较直接 上过前 阿斯拉洛夫这个身高 是不如这个泰国选手法蒙通的 所以他还找近距离的对攻 但是这个法蒙通呢 袭击也是非常之厉害 一旦这个阿斯拉洛夫进来的时候 他就马上就会使用自己的袭击 是的 而且呢 在法蒙通的重膝呢 是自己的左膝 也就是他自己的 放在后面的膝盖 正好呢是能够顶在 阿斯拉洛夫肝脏的位置 连续的 依图非常明显的 重膝的进攻 从步伐上来看 阿斯拉洛夫的步伐更加灵活 高扫踢 非常轻巧啊 非常高的这个 柔韧性的要求 而且每一次法蒙通的进身 来毕掉阿斯拉洛夫的重拳 这种进身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直接来毕掉阿斯拉洛夫 最强的技术 也就是他的重拳 上一场比赛当中 也是阿斯拉洛夫 跟对手拼拳的时候呢 是乱中取胜 风筹雨斑 他的后手拳 在第一回合的末端 也是出了很多次 这个距离的话 还是不太好把 毕竟自己的身高和臂展呢 那相比于这个 跑蒙通来说是历史比较大的 阿斯拉洛夫 这个气势 我觉得有良考验 HU 这些电视频 就是 рук词 上航irim 最后学习 词 内疗 一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阿萨诺夫在第二回合 也是如一头饥饿的猛兽一般 非常想积极的进攻 对于阿萨诺夫来说 这场比赛 其实他的对于对手的进位 还是非常多的 反蒙通可以说是在第一个回合 几乎没有太多的进入输出的变化 也可以说现在阿萨诺夫 他反倒是在暗处 那么对于阿萨诺夫来说 反蒙通反倒是在暗处 来看在低局当中 已经是使出来自己拳脚吸的阿萨诺夫 泰国选手 反蒙通在第二回合 还是将第一回合的这个节奏 慢慢地加快 开始主动更加主动地进攻了 是暂于把对手的节奏 带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 对手快我不急 但是呢我慢慢地 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是一种蚕食型的选手 是的 阿萨诺夫的后手重拳啊 让反蒙通也是要注意 但是反蒙通的话 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臂长 又是完全是可以拉开打的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阿萨诺夫呢 是不停地想用自己的 非常密集的技术输出 来造成对自己啊 自己对这个整场把控的这种局面 但是第二回合开始 这个反蒙通的节奏 也是慢慢地带着这个阿萨诺夫走 低扫 然后阿萨诺夫反应中扫 其实这场比赛 阿萨诺夫面对他能够把自己 这种目前的这种单拳连击 变为多拳的追击的话 有可能会KO反蒙通 因为之前有一些的泰拳王 对于这种单击的这种重击 是毫无畏惧 但是对于重击来 可以说是多次的重击的追击 有可能会是自己的软肋 总而言之阿萨诺夫的进攻 还是比较单一了 那这场比赛啊 确实看到是现场 反蒙通是一步一步 把阿萨诺夫 是牵制住了 这个连续的左前 这是应该阿萨诺夫需要做的 对 刚才的连续重拳 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反蒙通马上就能够将对方 有一个强暴的动作 让对方这个进攻呢 收缓一点 这场比赛如果阿萨诺夫想要去 占据优势的话 一定要以快打慢 以密集来打对手的这种单击 双方同时出腿 后手重拳 阿萨诺夫的力气也非常大 也被称为是这个肌肉人 有非常大的本力 我们看到他的肌肉维度和背后肌的这个强度啊 就可以看出来力量非常之大 虽然说在第二回合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反蒙通还是将节奏把控在手里面 但是阿萨诺夫在最后的一个组合拳命中之后 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是的 反蒙通呢是非常大将之风 但是呢如果大将之风 这个不这个合理使用变成这个轻敌 也有可能这个大义士兵舟了 没错 就是这一拳 反蒙通的这个抗接打能力也是非常之强 像阿萨诺夫刚才在第二回合的后半段的那些连续的组合拳 对一般的选手来说肯定是会出现KO的情况 但是反蒙通呢好像没有太多的问题 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在对方包括这与进攻的时候 马上将对方的这个进攻减缓 使用缠暴 看一下双方的这一回合 决胜局 对于阿萨诺夫来说呢 只能说是以快打慢在第三回合 想必法蒙通肯定也是要 把节奏拉上去 那反蒙通的他的战术就是要想要去诱敌深入 一步步地把对手带入到自己的节奏 然后再蚕食对手 没错 现在我们看到反蒙通已经在追击阿萨诺夫 不断地是步步紧逼 所以说这个时候 阿萨诺夫是反要 要反其道而行之 要正像是第二回合 后半段那样 要主动进攻 主动进行压制 而且加多加强自己的组合拳腿 阿萨诺夫对泰国选手还是很有研究的 每次这个反蒙通进行高扫的扫踢的时候 都是在一个很好的距离不让反蒙通给踢到 而且不给反蒙通太多出腿的机会 而且近距离地使用拳法 用自己的优势 反蒙通的这种技术 我们看到他石头来去遏制阿萨诺夫的这种连续全体的进攻 开学王法蒙通第三回合 看来节奏并没有加快 没有加起来 被阿萨诺夫这个频频的重拳重腿啊 控制的还是比较难的 重拳的迎击来自阿萨诺夫 然后是正登 我们现在看到如果说让反蒙通去追击阿萨诺夫的话呢 这不是反蒙通所擅长的 直接的重拳 所以说阵地战呢会是一个双人剑 一个阵地战 当然了是你非常固若金汤的堡垒 还有这个非常好的防守反击的这么一个打法 但是呢如果说是对于一个善于快进快出的 学生来说呢那也许就是一个固定法了 所以说阿萨诺夫也是利用了自己的这个拳法的优势 在近距离的进攻这反蒙通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连续的中端扫梯来自于反蒙通 阿萨诺夫还是 想要去加强自己的进攻 但是呢还是以这种单击为主 阿萨诺夫一上来就是一个过来 一眼不合就一个后手重拳过来 是的因为你赢得比赛不是说是你非要去Q对手 你整场比赛能够去进行一个整场的一个把控 整场的压制 整体看来你有更多的技术输出 你有更多的有效的技术输出 你就能够得到我们场外打分裁判的青睐 没错 双方在刚才一轮护拼中啊 一个双方同时出腿 阿萨诺夫的腿更是扫到了这个法蒙通的力量另外一只腿 支撑腿直接扫倒在地 双方三回合战霸 是的 我们从这一回合看这个泰国选手法蒙通啊 本来想加快节奏 然后打更多的进攻 但是自己的防守反击呢 也被这个阿萨诺夫完全给破坏 重拳重腿 尤其是后手拳 过来单一的 虽然说动作比较单一吧 但是他进攻起来还是杀伤力有的 经过即使一次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 连续的进攻的话 还是能对法蒙通造成很多的积累伤害的 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大力士阿萨诺夫和泰拳王法蒙通 究竟谁胜谁负 接下来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30比27 Judge 1 30 27 二号裁判 30比27 Judge 2 30 27 三号裁判 30比27 Judge 3 30 27 获胜的是 红方选手阿斯拉诺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FM新天下世界格斗冠军联赛 继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赛事运营总监于嘉廷先生会获得获胜选手颁奖 好了让我们马上开启下一场比赛 谢谢大家